大家好,我是魔术飞鸽,注意仔细看了 两个小球放在这边,这边还有一个小球 左边右边又一个,对不对 接下来呢,我要让这第一个小球放在手里 让它进去,进去 那这边有两个,这边有一个,对不对 一个过来,过去,那这边有两个 这边有几个,这边有一个,没有问题 把它盖住,盖住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两个,两个过去 那这边有几个,没有问题 这边还有一个,接下来呢 把这碗呢再次的盖住 这边一个,这边呢,有几个 这边有两个,把这两个呢 再盖住,两个,一个 一个过去,三线归动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中国 五点戏法,接下来魔术飞鸽 带大家看一下,究竟怎么玩呢 我们首先呢,需要用到 这三个小球 把这第一步,把这两个小球盖住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个手法 把这小球呢,放过来的时候呢 夹住了,注意仔细看 放过来 放过来,其实夹住了 用我们这手拉住 那这时候呢 这是一个数学的一个逻辑问题 进去,进去之后呢 这边有两个,对不对 两个过去 那这边有几个 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两个 但是呢,我们开这一个 给关注看 其实两边都一个 那开了之后呢 我们再说,哎,这边有两个 两个过去,对不对 那这边只剩下几个 剩下一个 接下来呢,我们在盖碗的时候 把这小球偷偷的拿走 盖住的时候拿走 就像这样 轻轻的盖住的时候就把这小球拿走了 那这时候呢,这边有几个 哎,这边有一个,对不对 这边有两个 那这时候呢,把这碗开的时候 再把它盖进去 让这小球的过去 就达到了一个三星规动 喜欢的话,收藏起来 分享给周围更多朋友 慢慢练习吧 关注魔术飞干